直至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美国下一届的总统是谁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选前民调以及目前开票的状况 来推测一下谁比较有可能成为这次选举的赢家 很多人会认为说这次的选前民调是完全不正确的 跟目前的选情有很大的误差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看目前的状况 跟之前选前民调所预测的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尤其是这次因为邮寄投票开票的速度非常的慢 所以选情还没有办法真正到很明朗 所以我们要等到邮寄投票全部开完的时候 才可以看到真正的结果 那我相信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选举结果是跟选前的民调非常相似的 至少整体上的差距不会太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几个关键摇摆州的状况 来做一下预测 那目前呢川普在北卡罗拿纳州 乔治亚州以及宾州都是领先的 可是随着邮寄投票慢慢被计算 我们也可以看到川普跟拜登的差距慢慢的拉近 之前我们有说过邮寄投票对拜登是比较有利的 那尤其呢川普在选前的一个月 一直跟他的支持者说邮寄投票是相当危险的 所以川普支持者比较不可能用邮寄投票的方式 来投给川普 那这对拜登又是更有利的 所以呢随着邮寄投票越开越多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拜登能在这三个州翻盘 那再来我们看到其他两个州 也就是纳华达州以及亚利桑那州 目前拜登在纳华达州跟亚利桑那州是取得领先的 那他们还是在继续开邮寄投票 所以呢拜登应该会继续领先这两个州 即使拜登没有在乔治亚州 在乔治亚州或者是北卡罗南纳州取得胜利 只要拜登在纳华达州以及亚利桑那州取得胜利 他就可以赢得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那除了这次的预测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川普阵营有一点小小的紧张 比如说川普阵营已经在 宾州乔治亚州以及密西根州提出诉讼 想要制止邮寄投票继续的被计算 或者是甚至想要让一些已经被计算的邮寄投票变成废票 那除此之外呢 川普的支持者今天也闯入了底特律的开票所 想要制止他们继续开邮寄投票 那这几个事件呢都可以显示说 川普的阵营目前有点点小小的紧张 然后想要透过诉讼的方式来改变目前的选情 那我们再来谈谈如果拜登真的如预测的 成为了下一线的美国总统 是不是民主党就可以一帆风顺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参议院的多数还是会是共和党 那这样子的状况呢 很多拜登想要推动的政策可能会被参议院所挡下来 所以在未来四年之内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僵局会产生 那这次的选举呢 到底为什么川普还是可以拿到很多票呢 其实川普的选民很多都是隐姓选民 他们可能是住在很乡村的地方 可能是不太习惯回答民调 或者是不太喜欢跟人家说他是川普的支持者 但是呢在真正投票的时候 他们站出来投票的时候 这些隐姓选民就出现了 所以以至于呢 我们在佛罗里达州可以看到川普拿到了比预测中 还要比较多的票 那这些都是因为隐姓选民没有被纳入选前民调的原因 帮助了 一会儿 他的宜民 会来